这一讲我们想给大家探讨一下 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关系的格局上有什么差异 那么关于我们前面已经从中国社会文化 它的文明形态直到它的具体表现 已经慢慢的可以生成一个 关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这个模式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心点已经集中到了 这种差异的比较可以在社会关系上来进行对比 那么这种对比 目前我们认为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比的模式 这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 已故的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所提出来的 他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 那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 费老在他的书中曾经这样说过 假如你把一颗石子扔到河里 你就会看到以石子为中心 逐渐向外推出去的水波纹 这个水波纹是越推越淡越推越远 那么这颗石子是谁呢 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它假定为是中国人的己 就是中国人的自我 那么推出去的水波纹 第一圈是中国人的家人 这和我们前面的讲演当中 反复强调了中国人把自己和家人融为一体 而且家人是自己最重要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了很多强调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可以延伸到对家乡老乡的这样一种关系里面去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一般性的 我们可以认可的中国人 那么再往下就是全天下人 那到了全天下人 其实跟中国自己的己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很远的关系 那这个很远的关系 就使得中国人的关系的第一特征 是他首先要考虑关系中的轻疏远近 中国人喜欢把人与人的关系形成 按照轻疏远近来进行划分 当然轻疏远近它也不是完全是客观的 对吧 可以把一个远一点的人当成亲人 这种可能就是虚 时转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更多的情况 那就是说什么人是亲人 家人老乡可以是亲人 那么往外扩就是陌生人 所以中国社会我们最难处理的 就是人自己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这至少在儒家思想当中 在儒家所确立的五轮关系当中 我们都没有找到自己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由于中国人的关系是按照轻疏远近划分的 这样一来它就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原则上 有了一个特点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对距离近的人 对亲的人他所采用的交往原则 和一般化的人的交往原则 和不认识的人的交往 它就有差异 那这种差异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我们在道德伦理的处理上 反映出差异 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一个他认识的人 所采用的道德原则 和对他一个不认识的人 所采用的道德原则 可以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不一样 不影响中国人的自我 觉得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 就是你对一个不认识的人 没有采用道德原则 你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不道德的人 因为你给出的理由是 我不认识他 那么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这样的问题 本来在中国没有得到明显的发 就是没有让很多生活在中国的人 感觉到他是一个问题 感觉到他这样做 是不是对还是不对 是因为我们前面强调 中国是一个俗人社会 你不遇到陌生人 那你老在俗人社会 你的道德自然就在 对吧 你都是面对着长久的 无选择的关系 那你就一直在用你的道德原则 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人 但是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突然提出了一个 道德危机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我们把很多相互之间不认识的 完全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流动的状态中 在一个移民的生活中 我们建立起来了一个城市化的社会 这个社会一旦建立 人和人之间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 就不能道德资源 就不能提供到这个社会里面来 大家一下子就在一种相对冷漠的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 他们是陌生人 我们一下子就在相对冷漠的社会中生活 那么中国人 我们刚刚讲了 他在冷漠的社会当中 他没有建立起一种道德原则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 他也不认为自己 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不采取讲道德的方式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发生许许多多的城市中 经常出现的一种冷漠的现象 包括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需要帮助的人 得不到帮助 所以研究中国社会 我们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 差序格局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 来了解 传统的中国人可能在什么里面 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格局 但是今天的社会 由于这个关系格局被打破 它会形成另外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差序格局还给我们一个启发 这个启发是什么 就是在差序格局当中 中国人很难区分出 公和私在哪里进行区分 就是公私不分 公私难以区分 是因为差序格局不容易区分公和私 一个人只顾自己 叫不叫私 当然叫 但是一个人顾了家 叫不叫私呢 你说那还是叫 那一个人考虑了老乡 是不是私呢 你说我又不是老乡 至少在我看来 你还是私 那我一个人只顾中国人 叫不叫私呢 你说哎呀 你搞成那么大的面积 又装进那么多人 是不是就不是私了呢 那么你中国到多大的面积上 就可以区分出 是为国就不叫私 为老乡就叫私 还是为老乡 其实这个老乡的概念也很犯 对吧 那一表三千里 那到底表到哪个位置 就算是公了呢 所以中国的这个差序格局 给我们带来一个困惑 就是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区分说 是公还是私 那么如果你一旦不容易区分 那中国人做事 是为公还是为私 就不容易表述 清楚 一个人在为地方出力 地方上的人认为他是一心为公 但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认为 你只顾地方 你不考虑我们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 插序格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社会有很多问题 它不是简单的 是来自于人的一个观念 是因为人用我们的 以家为单位的这样一种生活模式 逐渐的由石像虚的 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中 它有很多东西 它是自然生成的 那么这种自然的生成 如果你转向另外一种社会 它会不会好一点呢 是不是能够区分得出来呢 那这时候费老在他的书中 为了和插序格局做对比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种格局 我们就称它为叫团体格局 那么团体格局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每个社会 每个人也都身在家庭中 对吧 家庭的功能之一 就是让社会中的人 首先他的出生是来自于某一个家庭 然后怎么样呢 他的养育过程 他的成长过程也在家庭中 但是有一种社会 他把这样的一种养育过程 当一个人接近成年 甚至过了成年 或者是他在法定年龄 18岁以上 他就赋予了这个人的个体性 就说你现在长大成人了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你有意见跟我们讨论 我们也参与讨论 但是你究竟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去哪 你有什么偏好 你喜欢什么人 那很多事情是需要你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自己去拿走 那么这样一来 一个社会让一个人 有机会走出他的时候 那这个人就带有了个体性的特征 他一旦带有了个体性的特征 那他就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他在社会上变得自由自在 对吧 他不一定老要依附于他父母的那个家 他可以变得自由自在 那另一方面的可能性 他要寻求他的新的归属 寻求他新的归属 那他的新的归属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模糊的词 就叫团体 他的新的归属 是他即将去寻求到 根据他的偏好 根据他的志向 根据他的理想 去选择的他所要加入的那个团体 就变成了他的要去的地方 那这个团体究竟是什么 很难说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团体看成是 一种自愿的组织 可以看成是一个娱乐的组织 比如说俱乐部 会所 或者是一个工作的单位 比如说他在某某地方公司上班 也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组织 民间的组织 群体的组织 所以另外一种社会上面的人 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它是以组织的组织的方式 它是以组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那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 中国社会的根基上面来讲 那中国社会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是以家的形式 把大家结合在一起 那么还有一种组织 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呢 是以团体的形式 把大家结合在一起 那么团体的形式 因为什么人人走出家 那人人都不要以你家的那一套 在组织中来做你的行为 你应该在团体中 按照团体的章程 按照团体的规章制度 按照团体的条例 按照你加入团体中 所跟我签订的契约 来决定你在团体中 什么是你该做的 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这样一来 当一个个体进入社会 人与人之间 人与组织之间 就往往靠了一种新型的约缩形式 这个就叫契约 那么契约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你加入是你愿意的 对吧 我给你的很多附加的要求 也是你同意的 那么你的一言一行 就按照我对你的附加要求去做 反过来 我这个群体 团体能给你带来什么 使得你愿意加入 我也会按照我的承诺来做 对吧 所以你的休息日 你的工资 你的奖金 你的时到早退 我们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签订的 互相都认可的契约来做 这样一来 个体性在这个中终于体现出来了 它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不跟你签的部分 那是我的 我跟你签的部分 那是大家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 每个人来到组织里面 都会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 也不要分 你是谁 他是谁 反正我们都是按照 同样的一种要求去签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 同样的要求去做 于是在团体内部 构成一个普遍性的规则 一视同仁的规则 就变得可能 但是只要我在团体中 没有你要求我的 那就是我个人的 比如说下班以后 你对我有要求吗 没有 下班以后的时间 下班以后的行为 那是我个人的 既然是我个人的 你就管不着我 我想做什么 那完全是我的个人生活 也叫私人生活 也叫隐私里面的生活 你没有必要知道 但是我在上班时候 如果做我个人的 我想做的 和你组织没有关的 甚至是隐私的 那我们就认为 你做的不对 因为我们的团体 对你有要求 这个期间 你不能做这个事情 那这样一来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个体和团体 私于公 就终于有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区分 对吧 那么我一个人做私的事情时候 只要不是跟你团体的约缩有关 你没有权利管我 那反过来说 我在你约缩中的这个范围内 我做了我个人的事情 你可以用你的规范制度来处罚我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 就很容易找到 什么叫功德 什么叫普遍性的规范 什么叫个人生活和组织生活 什么叫隐私 其他人不能干预 对吧 那什么叫 我必须按照组织的章程去做 那他在这样里面就可以清晰化 他在这里面就可以清晰化 但是你把我们这个清晰化的东西 拿到插序歌曲里面去看 你就觉得你没有办法做 因为在家的观念里面 它不存在着你的加入 你仅仅是出生 而且这个出生 甚至还有可能是偶然现象 对不对 也没打算要把你生下来 竟然你也生下来了 他短短短短 你一出生再回去 你又回不去 你说我跑 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 你跑到别的父母里边 他还有一个要不要 还有一个收养不不收养 还有一个你自己有父母 干嘛跑到你来 所以你中国人的生活是 如果你把家看得很重要 是你一生下来 你就已经变成一个 长久的无选择的 甚至可以用无可奈何的 这样一种结局 来计划着你未来的生活 那你说我能不能离开 中国社会 它不会根据你成年未成年 来决定你离不离开 中国人把离家出走 当成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你工作就工作 你上班就上班 你干嘛老要想到离开呢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父母只要健在 他不论你多大 他总是想照顾你 总是想管着你 反过来说 当他终于有一天 不能照顾你 不能想着你的时候 他也不让你离开 他希望你反过来照顾他 想着他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这种家 它使得你既不存在加入 又不存在退出 而且你和人的关系之间 又保持了亲人的亲密性 这个亲人的亲密性 你又不能拿说 我们拿一个规章制度出来 这个事情可以做 那个事情不可以做 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在感情中来做 商量的做 甚至是以中国的孝道 孝心来逼自己做 所以中国人他更加强调义务 他不强调责任 反过来在团体格局里面 我们是更加强调责任 当然社会上也有人要应尽的义务 所以他就表现出了这两种格局之间的差异 那么相对而言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更加贴近于插序格局 而西方人建立的社会 它更加贴近于团体格局 于是在那样一个社会 你找到一个原则来一视同仁的处理 就会变得容易 你在那个社会里面找到人应该有功德 就会变得容易 但是你在这边的差弃格局里面 你想找到一个原则 对所有人都实用 有难度 对吧 因为中国人不认可 你拿家人的道德到社会上去用 也不认可你对陌生人的道德 拿到家里面来用 所以中国人的道德 按照废老的观点 它会分得比较细致 西方人拿一个德 可能在一个规范下 就一个德就够了 但是你到中国来 他对父母用一个德 但是父母德不能移到别人身上去 我们就对兄弟姐妹用一个德 但这个德又不能用到别人上去 我们对朋友再用一个德 这个德也不能用到其他人上去 我们再对俗人用一个德 也不能用到别人上去 我们对同事再拿一个德 然后我们对同学再拿一个德 然后我们对不认识的人再拿一个德 对吧 那么你这个社会的德分得太多 我们给它起个名称 叫什么德 叫私德 那边是我们追求功德 但是中国人往往在关系当中 他反映的是私德 那么私德一旦在这个社会中很盛行 那么这个社会的功德就相对比较弱 那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就更加看重关系 就是当我要面对一个人 要表现出我的德的时候 我往往会先不用德 我先问你是谁 你的角色不出现 我的德就出不来 你说我是谁啊 我是你家的什么什么人的亲戚的孩子 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的德就出来了 你说我是谁啊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是来办事的 是这样 一个德就出来了 你是谁啊 你不用问 反正你不认识我 一个德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是中国是要先搞清楚对方的角色 然后才能去德 而不是说只要你是一个不是犯罪分子 对吧 只要你是一个人 那我就可以拿一个一般性的德来对待 我不用问你是谁 就可以对待你 所以我们在讲仁慈仁爱的时候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分 仁慈仁爱是指对所有的人都应该仁慈仁爱 还是说搞清楚是谁 搞清楚了亲疏远近 搞清楚了非常微妙而复杂的细致的关系 我们才能去适与我们的不同的德 其实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社会的复杂的一种心态 复杂的心理活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看到 插序格局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解释力 那么这个插序格局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发现它和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吻合 怎么吻合呢 比如说儒家思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么它的这个层层扩展出来的顺序 恰恰跟插序格局是一样的 从自己 比如说从自己开始做 然后慢慢的越做 范围越大 这个也是符合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插序格局和中国人所 在传统社会所强调的五福图之间 也保持着一定的观念 那就是说 比如说五福图里面 它反映出了什么呢 就是我在正中间 我的上面就是父亲 父亲上面就是祖父 祖父的上面就是真祖父 那我的下面就是儿子 儿子的下面就是孙子 孙子下面就是玄孙 它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以我为中心 向上推向下推 向左边推就是苏博 对吧 向这边推 那就是母亲的这一支 那中国就是以我为中心 可以把中国人的亲属关系 由近济远把它扩张出来 所以插序格局应该来说 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还比较好的 但是它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 插序格局其实往下思考 费老在他的诉讼想得出一个结论 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是一个自我主义的社会 那自我主义的社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比个人主义还要极端 对吧 西方是让这个社会个人从家庭中走出 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责任 都要负责 都要做决定 它是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呢 自我主义的社会 它就不仅仅是在个人主义的层面上了 它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是如何有私心的 一种私心有可能会导致 为了满足自己而牺牲别人 损人利己的倾向 就容易在私心中体现出来 那么这一条 如果按照费老的这样一个说法 那这一条符不符合中国人呢 这是一个麻烦 那我们觉得呢 这一条在中国不太沉溺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和他在书中所讨论的中国人有点不同 中国人为家人是会做出自我牺牲的 中国人不会自私自利到 他对他最近的关系的时候 他也会以自己作为第一原则来牺牲家人 中国传统社会当中 为了家人 他一生中对自己的忍让 对吧 对自己的牺牲是很多的 也许他的婚姻不是他想要的婚姻 但是为了迁就父母 他只能选择这婚姻 也许这个东西从利益上讲 他想得到 但是因为有家人 因为有兄弟姐妹 他可能是只好去满足他的兄弟姐妹 还有一些人一生中 可能有很多远大的志向和理想 因为家人反对 因为家人不同意 他会放弃自己的很多想法 去按照家人的意愿去办 那么从这些方面来讲 中国的自我主义不容易体现 中国的自我主义不容易体现 为什么又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人的私呢 那这个麻烦是因为中国走出了家 他的私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所以研究中国它有一个复杂性 你不能说顺着这个图形 天下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地方 地方就是家人 家人就是自己 它不是一个这么 就是中国人以己向外推 没问题 叫推己及人 中国人以己向外推 没问题 但是是不是以外向内收 收到最后 把所有东西都抛掉 只剩下他的自己 这个有点 解释上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他收到家的范围里面收 他突然不往里面收了 他在外面是抛的 抛抛抛 为了国牺牲天下 为了地方牺牲国 为了家族牺牲地方 为了小家庭牺牲族 他慢慢的往里收 但他收到一定程度 他不再往里收了 他不会为了牺牲家 他突然调转过来 说为了家牺牲子 所以中国人的行动轨迹 在研究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复杂性 我们要充分的了解这个复杂性 这样一来 我们就给这个格局 给中国的插序格局 做一个结论 我们就做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插序格局 呈现出了第一个特点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按照轻输远近来划分的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在轻输远近的格局中 人们很难建立起功德性 中国人的道德就会转向 是维系私人的德 维系私人的德 那就是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道德标准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 公私不分 我们只能说公私兼顾 或者我们说假公济私 或者是我们甚至到了大公无私 或者是我们也会做公仇私报 中国在公私当中的这种部分 使得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事情 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关于公这个概念的改革 在中国也是最艰难的 对吧 就关于公车的改革 在中国就变得非常的艰难 公车能不能试用 你怎么定义这个公车是试用 对吧 或者是中国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 私车能不能公用 现在买私家车的特别多 那么买私家车的人他上班 他到底是为公上班的 还是为自己 公车如果买票 买火车票 或者是进出为公家出差 开着私家车去 汽油费是谁的 至少在我们财务制度里面 没有办法去考虑汽油费的事情 那你就放弃开私家车去办公室 那你又觉得行走不太方便 又不节省时间 所以中国的公司里面 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在一个 有契约的团体格局的社会 他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但是在差距格局的社会 他遇到了很多困难 用公家车寄送孩子 上学放学 可不可以 把自己家的一个亲戚顺便 不管是借助于公车的出行 还是没有公车出行 就把它送回家 可不可以 所以一系列的公司部分 导致中国的很多和公有关的东西 你在找一个规章制度 去约束它的时候 你遇到了层层困难 那么这样一来 按照差距格局自身的特点 人就会有自我中心 人就会有自我中心 那么一旦有了自我中心 人的私心就会产生出来 我在前面的课当中 曾经说过 正因为中国人的自我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个体性概念 因为个体性概念 必须在一个个体化的社会中产生 中国又不是一个个体化的概念 不是一个个体化的概念 它又有自我的概念 那这个自我是不是一定指个体呢 不是 你把这个自我译成英文的self 那它就是变成那个结结实实的 一个个体化的概念 那中国人的自我是什么 什么自我呢 是可大可小的自我 明明是理 你也能变成自我的一部分 你可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你怎么能变成自我一部分呢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咱俩谁跟谁 咱俩谁跟谁 咱俩就变成了一个人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那么你不就变成了自我的一部分吗 所以中国人所理解的 我跟你要好 要好到什么样 我能随意的用你的东西 才能够证明我跟你好 对吧 你的手机能给我看 你的饭菜票我能用 你的银行存款 我也可以刷你的卡 那你说那我不吃亏了吗 你也可以用我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两个互相用 谁都不吃亏 但是得到一个结论 咱俩谁跟谁 对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中国人的自我 是包含了另外一个人的自我 跟你的重叠性 这个重叠性 在英文的self里面是体现不了的 那么这个重叠性 是不是只是两个人 那也不一定 对吧 那么这一群人都可以这么做 就这个自我就扩大了 那到底扩多大算 不扩的呢 不知道 就像我到你家去做客 你也说 翟老师 别把自己当外人 我又变成你家的一部分了 对不对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 那么即使是我们强调了中国的自我中心 中国的自我依然在扩大 你的自我一再扩大 你就会去关心别人 因为你的自我中有别人的一部分 那么你关心了别人 到底还是不是死呢 是不是就变成功了呢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说 那你关心他 你没关心我 那你还是死 那我就说 那我就 现在就说 那咱俩又是谁跟谁呢 我帮你拉进来不就行了吗 所以自我中心这个概念 它的倾向 就是方向性 是有缩小 有私的倾向 但是因为自我不确定 所以他当间也有利他性 也有为他人考虑 也有把他包容进来的形象 所以中国是一个很难用二元划分 来确定利己和利他的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研究起中国人有很大的难度 这是我对自我中心的一个解释 那么接下来 这个社会我们还发现 它没有组织的特征 插序格局怎么有组织的特征呢 对吧 组织的特征 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 第一 组织要有边界 什么叫边界 你是不是组织成员 你只能回答是 还是不是 那插序格局可以随时的把人拉进来 可以随时把人不算在内 那么这样一来 你的组织特征就不 第二 组织特征里面拥有了对人员的选拔性 谁是我们组织中的人 这不是你拉谁就是谁 组织有目标 要有目标 就要选拔能完成目标的人 以便进来把它放在他的一个重要的岗位上去 但是因为你中国是走插序格局的路线 那你的组织特征就不够明显 你组织建立不起来 你的章程就建立不起来 你人是进进出出的 是按照心理上面的接受来调整的 那么你的组织章程来制约谁 也会变得很模糊 所以中国人在组织中 经常表现出的很多很大的弹性 包括人情面子在中国的组织中盛行 关系在中国的组织中的盛行 包括领导人自己可以拍脑袋 决定一个事物 都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组织性 总体上是比较弱的 那么它是在一个工业化之后 市长化之后 公司化之后 中国人才开始加强了对组织性的认识 提高了对组织性的认识 甚至是规范了我们对组织的这种各个方面的要求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中国农业社会中所发展出来的家的概念 它最多在组织中只能去行家长制 任人为亲 这样一种模式就显得更加常见一点 这是我们对插序格局所做的一个解释 今天的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当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